台北市、新北市共同生活圈却出现不一样的防疫政策 新北市暂停开放内用 台北市则维持目前可内用模式 市长柯文哲表示因为感染状况不一样 目前台北市仍在控制范围内 尽量维持防疫与经济平衡 他也希望民众能够保持新常态精神 有随时应变的能力 防疫的系统比四个月前是好很多了 所以当我们的能量更强的时候 也不用那么焦虑 所以为什么新常态 新常态new normal 概念就是说 大安位就是心境变得比较大 就是放松心情 但是保持激情 所以新常态的精神就是 我们要随时有应变的能力 加上保险的概念 所以比方说大家一直在问中秋节烤肉 我的态度是这样 中秋节烤肉还10天以后的事 你现在硬是要叫我猜10天后情况怎么样 我很难猜 可是你要叫我前一两天 时间越近 我猜的就越准 判断越准 所以我们在台北市任何很多活动 我们目前这种办活动都会把这两个机制加进去的 就是说我们要机动应变的能力 我们也认为说 在时间比较接近的时候 做决策会比较容易 比较准确 也因为有可能会临时被取消 所以我们加上这种商业保险的机制来保护厂商的能力 所以新常态你知道 才是我们在疫情你知道 这种疫情时代 比较正确的生活方式 针对10月即将发放的振兴五倍券 时机是否适当 柯文哲建议 如果抱持新常态精神 预计10月8号发放 但如果到前三天 疫情仍不如预期 应该要延后 做合理的风险管理 记者温云军台北报道